很多人忙碌于生却不知道自己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管理学大师詹文明 人生第30本著作 成为自己的执行长 传递如何审视自己 自我对话、自我管理 找到自己的所长及归属 进而成为自己的老板 也让人生更有价值 是一本值得大家阅读的书籍 师承彼得·布拉克管理学派的詹文明 人生第30本著作 成为自己的执行长在去年8月问世 这是一本家户必备的工具书 传递了如何审视自己 自我对话、自我管理 找到自己的所长和归属 进而可以自己做自己的老板 也让人生更有价值 他的核心概念 其实在认识自己 因为多数人 只认识自己的名字 但他不认识他自己 尤其 他的长才 他个人的特质 那这些部分其实需要花工夫的 那多数人没有这个 在学校学不到 那么房间的书有 但是没有那么清楚地点出一个人 究竟应该做什么 或者是忙什么 所以后来发现到 一辈子忙完以后 忘了 哦 原来我应该忙的 我没有忙 我应该工作的 我没有工作 所以很多人为了别人 而把自己投入了很多心血 比如说有些孩子 孩子他会觉得说 因为爸爸当医生嘛 所以要我当医生 那么妈妈当老师 他说你应该当老师 结果这种 很容易地让这个孩子的 很多的志向 或者是他自己的潜质 没有得到发挥 关键应该是 说我应该属于哪个领域 我应该做什么 那这些部分呢 假设越早发现 那当然就越好 因为他不会浪费很多时间 但多数人没办法 因为没有工具 张文明表示 有效的管理 必须先检视 自己真正的需要 成为自己的执行长 传递如何有效学习 建立愿景使命 具体化的思考 自我管理沟通 找到自己所长及归属 就可以少走弯路 少走愿望路 成为人生的赢家 这本书也获得 许多学界人士大力推荐 值得大家一起来阅读 学习成为自己的执行长 节路会欢迎视报道